2021年6月12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先新闻通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我国今天新增5793宗冠病确诊病例 雪兰额依然是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州属 报1582宗 接着是森美兰618宗 沙拉越569宗 吉隆坡559宗 以及柔佛504宗 另外我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也是情况堪忧 根据卫生部数据 在今年6月的首11天 冠病就在我国夺走了972条人命 相等于每小时就有3至4人 也就是几乎每15分钟就有1人死于冠病 那么我国自6月的1号起 就落实了为期14天的全面封锁 Total Lockdown 但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却还是在5000宗以上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利昨天就宣布 全面封锁措施将会在延长14天 直到6月的28号 而全面封锁的SOP和目前是一样的 那么延长所谓的全面封锁这项宣布 就引起了各方不同的反应 首先善于见缝插针的Bosco那吉就指出 尽管处于全面封锁 但还是有不少的工厂或准运作 工厂感染群将会陆续有来 太调侃半生不熟的全面封锁 无法有效的控制疫情 在这种无止境的行动管制令底下 人民的储蓄都快要用光光了 另外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财 则是促请人民体谅政府 延长全面封锁的苦心 别胡乱做出抨击或是抱怨 打击抗议士气 他说要降低确诊病例 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需要的是全民的体谅与配合 另一方面行动党全国副秘书长 兼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则是认为 财政部长东姑塞夫鲁不应该逃避责任 反而应该只是银行与民共度时间 暂缓还贷措施应该扩大 让M40中等收入群体 也获准暂缓还贷6个月 保住300万人的饭碗 而不是晴天借散 雨天收散 至于大马雇主联合会则是认同延长封锁措施 但政府也必须同时对企业提供紧急援助方案 协助企业面对现今周转困境 那么要控制冠病疫情 接种冠病疫苗形成群体免疫是重要关键 贸工部今天就发文告指出公司合作工业免疫计划 PICAS将会在本月的16号启动 将会在指定的工厂和工业地点为员工接种疫苗 贸工部还说 这项接种计划已经获得科医部以及官兵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的认可 截至目前已有大约500家的公司申请 让106,591名员工参与PICAS计划 贸工部也说 关键制造业领域包括电器及电子 食品加工、钢铁、医疗器械、个人房屋配备、石油和天然气 橡胶制品如手套制造厂的员工将优先获得接种 那么至于在槟城方面 兵州首席部长曹关友则是说到 至少再有4个官兵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在本月投入运作 同时将为涉及制造业、零售业及旅游业的经济前线人员 设立特别接种中心 确保更多已登记的兵民尽快获得官兵疫苗接种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